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MESMA内部有个函数叫DIVIDE的这个函数来算一些数学的算式 那DIVIDE英文的意思就是除 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除的运用 那DIVIDE的话前面就是被除4 再加一个豆点再加一个3除4 那DIVIDE会算出来中国前面这个40就是我的3 后面这个0就是我的余数 那我可以再来做一次验证 假设我来除1001除以3 那我可以算出它的3是333余数是2 它除了这样之外它也可以来做多项式的出法 我就以103年国中教育回考的题目来做演示第15题 计算多项式除以5x2之后于是为何 好所以我一样DIVIDE 好前面的是被除4是10乘以x3加7乘以x2加15乘以x-5 来除以我的除4是5x2 然后shift加enter 算出来前面这就是我的3 也就是5分之7加10x 于是就是15x-5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15x-5 好除了这样之外呢 我也可以来让它做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高中一个题目的演算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题目是这样子说 要我们去算一个 以x-1-2 除x-100-1 的余数是多少 好那我就用DIVIDE 然后请注意我的被除4是x-100-1 好我的除4是x-1-2 好当我安徐加enter的时候 哇前面跑了这么一大串的 好这一大串的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 这个都是我的3 那我真正的余就是这里 100x-98 这个就是我 这个x-100-1 除以x-1 括号二次的余数 就是100x-98 就算出来了 所以DIVIDE的这个函数 它可以用来做除法的一个运用